我们每一天吃 要怎么样吃得健康 炫素有方法 雪龙慈禧志工准备蔬菜图卡 讲解起来更有趣易懂 哪一些是淀粉的 这个 对对对 马铃薯 淀粉 如何吃得健康 餐盘营养均和是关键 淀粉是给你能量 也是吃四分一就好 不要吃太多 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活动 你吃太多的就会很回胖 因为他们有去分了 分类了 就是食物的四大元素 有去分了之后 他们才有一个概念 然后有的概念 他们才会在他们的盘中 才会知道每一天要吃多少 这样子他们才会有印象 这样每一天他们才会吃得健康 趁着守望相助纾困计划家访 志工来到拉兹米家 分享健康饮食之道 也是中风患者的拉兹米听了志工分享 决定跟太太一起响应多餐蔬食 不论道具还是影片 只要能协助说明的都派上用场 志工用心化解 推速挑战 鼓励人人如素 只要有心就不难 麦袋何永康张志亮 吉隆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